本星期的美中贸易第十二轮谈判是美中两国领导人 上个月达成贸易休战共识以来举行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双方星期三只举行了半天的会谈 双方经贸团队都没有力气对这次贸易谈判发表评论 之前是对华尔街日报透露说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努钦 带领的美国谈判团队 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领的中国谈判团队 周二在外滩地标性建筑上海河滨饭店共进了晚餐 更为正式的谈判在周三上午 在上海市西郊的国宾馆举行 据路透社最新消息称 贸易磋商已提前结束 两边谈判团队都没有立即发表公开评论 合影环节更较原定时间提早了约30分钟 合影结束后 莱特希泽、努钦和其他美国官员的车辆 驶离了上海西郊宾馆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他们挥手告别 美国官员直接启程前往机场 没有做多的停留 上海会谈的重点是 双方做出善意的姿态 及中国承诺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美国采取措施放松对华为的一些制裁 在川习6月大阪峰会之后 川普表示 他将不会对另外大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并且将放松美国对华为的一些限制 但前提是 中国要承诺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如此一来 外界难免联想 上海谈判期间结束是否不欢而散 从现场的视频来看 中国商务部长中山加入了这次谈判 此前 中多媒体报道 均预期上海会谈的重点是 展现友好姿态 比如 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 美方采取措施 放宽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一些制裁等等 但也有分析指出 让步恐名大于十 因为中方的购买量或远低于川普政府的要求 而美国国内也有强大压力 要求制裁华为 贸易谈判前景难乐观 在美中贸易团队星期二开始谈判之际 川普发推文称 中国似乎要放弃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 他提醒说 如果中国拖延谈判 以寄希望于他不会赢得2020年11月的总统选举 那么中国的结果会更加糟糕 川普在推文中说 中国的等待会出现的问题是 假如我赢得选举 他们获得的协议比现在谈判的将更加不利 或者根本就得不到任何协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7月31日星期三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川普推文的提问时说 双方经贸团队目前在上海磋商 最新情况他还不掌握 但很明显是美国在出尔反尔 他很轻蔑地说 我看到有关的报道和推特 我只想呵呵两声 华春莹最后表达的语言更为泼辣 明显在追赶中国央视主持人康辉的表达风格 他说 这个时候美方要放话来试图极限施压 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自己生病让别人去吃药 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李鹏的遗体29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 习近平与六个政治局常委 以及边外常委王岐山都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前总书记江泽民和夫人颤颤巍巍 被人架着拖着也来到了八宝山告别 江泽民心境悲凉 人生苦短下一个该轮到自己躺这里了 这次李鹏遗体告别是有些不寻常 或者说有点诡异 为什么呢 前总书记胡锦涛居然缺席只送了个花圈了事 身处北京的朱镕基 温家宝更绝 不送花圈也不参加 温家宝为何不参加告别仪式 2012年3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 温家宝呼吁为六四事件平反的报道 该报道说 中共总理温家宝近年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 为八九民运平反 实际分别是2010年年底 2011年年底和2012年3月 但每一次均遭到了官员的反对 反对该建议最激烈的人之一就是薄熙来 温家宝于1985年春天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后 便开始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 打起了十多年的交道 李鹏不喜欢温家宝 温家宝也不喜欢李鹏 当1992年温家宝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人选考虑时 李鹏的一句话阻止了温家宝的脚步 但温家宝与李鹏交恶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李小鹏 1991年10月 李小鹏便开始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和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掌门人 被称为亚洲电王 在大型国企编制中 李小鹏属于中央副部级官员 按说这对于40多岁的他来说 级别已不算低 但李鹏不这么看 在他眼里 李小鹏已不是小鹏 早已翅膀硬了 应该鹏成万里 2007年17大 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进入政局 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成为胡锦涛接班人 李鹏心里很着急 李鹏就去向温家宝提出 将李小鹏调到政府部门任职 但温家宝早已不待见李鹏 对他的无理要求予以婉拒 李鹏很生气 于是又去找了胡锦涛 温家宝看在眼里 气在心里 他不动声色地答应了李鹏的要求 但暗中为李小鹏挖了一个致命的坑 2008年6月 李小鹏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常委 山西省排名第二副省长 按理说 李鹏应该满意了 但李鹏可气坏了 为什么 因为山西省是产媒大省 遍布小媒窑 重大安全事故频发 加之内部权斗激烈 官员关系错综复杂 是有名的麻烦省 把李小鹏放到山西 岂不是借刀杀人吗 李鹏到胡锦涛那里大吵大闹 最后胡锦涛只好答应 李小鹏的副省长分工 仅为商务市场监管 外事旅游等 不分管安全生产 2014年 山西省委果然出现了官场地震 在习近平的力保下 李小鹏方才转为为安 但李鹏与温家宝的梁子 也就解不开了 再说说胡锦涛 他为什么没有出席遗体告别式 而是从外地进现了花圈呢 有人分析 可能是因为胡锦涛得了重病 但胡锦涛如果重病 中共为了避嫌 自然会公之于众 所以胡锦涛重病的可能性并不大 我的看法是 胡锦涛不愿意参加李鹏的告别式 理由如下 胡锦涛是胡耀邦的得意门生 感情深厚 与李鹏无论是治国理念与价值观 都没有共同语言 据香港媒体报道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 1998年3月退休以来 他一直要求修正对六四事件的定型 2011年7月 胡锦涛在北戴河见了胡锦涛 恳求胡锦涛在任期内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胡锦涛回答说 我可以理解你 也可以接受你的建议 意见观点 但实际情况十分的复杂 问题是出在党内 胡锦涛所指的党内最大反对势力 就是李鹏 胡锦涛对六四大屠杀 一直持同情的态度 不反对平反 在六四问题上 李鹏曾公开对胡锦涛表达不满 但同时又有一种说法 就是胡锦涛不愿与江泽民同台 因为在胡锦涛执政期间 备受江泽民及上海帮的制走与欺凌 致使胡的政令不出中南海 十年执政碌碌无为 最后在下台时一退到底 才迫使江泽民退出中南海 以此方式报了一箭之仇 再说说朱镕基为何不参加李鹏的告别式 朱镕基与李鹏不同 在中国民间一支口碑不作 据已故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说 邓小平在中共十四大上 不仅隔代指定了总书记接班人胡锦涛 还隔代指定了朱镕基 接替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 因为他懂经济 李鹏不懂经济 李锐表示 在考虑安排朱镕基进中央时 邓小平最欣赏的就是他懂经济这一点 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 江泽民和李鹏都保住了各次的总书记与总理席位 邓小平安排朱镕基进常委替换姚依林 成为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 却事实上不再管经济 李鹏为此心有不满 对朱镕基没有好脸色 两人私下也几乎没有往来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指控 川普政府延后把66架F16战机卖给台湾 他们猜测原因跟美中贸易谈判有关 不是为了避免激怒中国 就是为了把军售台湾当成谈判筹码 66架F16战机总金额80亿美元 如果美国国会批准 将是多年来美国对台军售金额最高的一次 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议员麦考尔说 我们透过军售支持台湾的心意 不能拿来跟北京当局谈判 只要国务院通知我们外交委员会这项军售案 我一定支持 应该很快就会通知了 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说 川普政府可能再阻止把F16卖给台湾 这样总统川普就能把这个交易当成筹码 用在他那失败的对中贸易上 梅南德兹还说 台湾的房屋不能当作谈判筹码 换取中国独裁者一抹微笑 美国国会负责监督外交政策的议员 原文预期 国务院会赶在国会休会前 在上周正式同意通知国会这笔对台军售案 不过国务卿蓬佩奥并没有这么做 使军售案无法进入国会批准程序 参院26日休会 众院新会期9月9日才开始 一名参院助理说 川普政府迟迟没有推动对台军售 是为了美中贸易谈判 美中贸易代表7月30日起 在上海进行为期两天的贸易磋商 这是双方代表5月以来首度面对面会谈 但各界对此次的双方谈判 能达成具体成果的期望不高 只能判能展现善意 美方代表为美国贸易代表赖海哲与财长努钦 彭博资讯31日报道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中国军力正在香港边界集结 白宫正在密切监视 连续数周的反送中运动 已使香港的警力不堪负荷 警方与抗疫群众发生了暴力冲突 开始拘于下风 中国军力在香港边界集结的性质不清楚 这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 向记者简报表示 中国解放军或武警在香港边界集结 北京当局30日表示 香港的暴力冲突是美国制造 证明美国官员否认此一指控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前 针对香港反送中游行持续不断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今天表示 近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 严重触碰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 绝对不能容忍 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说 解放军驻港司令员说 绝不容忍极端暴力事件 8月1日是中共解放军建军节 官方香港电台报道 陈道祥在庆祝解放军建军92周年的酒会至此表示 驻港部队坚决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分子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 据解放军驻港司令指出 近日香港发生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 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大局 挑战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威胁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严重触碰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 绝对不能容忍 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报道引述路透先前消息 陈道祥6月与美国国防部 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会面时 曾主动表示 驻香港部队不会干涉当地事务 路透社报道引述听取 会晤内容简报的消息是指出 海大卫6月13日受邀至 解放军驻香港总部做礼貌性败会 陈道祥当时开门见山告知 解放军不会违反 长期以来不干涉香港事务的原则 以上是今天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